姑娘 你不喜欢这块表吗 爸爸给你买了 我喜欢好久了 谢谢爸爸 你喜欢就行 刚步入社会 好好工作 知道了 对了吧 我上一班也不方便 我还想买台车 想办你就买办 反正现在车也不算贵 真的吗 那咱现在就去吧 反正我现在我也没什么事 现在就去 你才工作几天 你有钱吗 我哪有钱啊 不得你给我买吗 我给你买 为什么 当然了 那父母给孩子买生买房 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谁说的 那我同事他爸 前两天刚给他买一台 那天经地义谁说的 那从母之间 不都是这样的吗 那你要这么说 我再给你 把那表还我 这都过世过气的东西了 我这样 过气的手表你不想戴 你怎么能拿过时的观念 来要求我 他能一样吗 老爸 孩子 从古至今 留下很多观念 里面有好的 也有不好的 我有义务给你养大 但是我没有义务给你买车 买房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可以去帮你 但是姑娘你记住了 我不欠你了 我可以去帮你 我可以去帮你 那我可以帮你帮你帮我 我可以帮你帮你帮我 中文字幕——YK